《无奈卫佛洞传》 。 《无奈卫洞传》 《无奈卫洞传》 纵立尔卫洞仨他说:" 是情人要语持诵,想要诵这个诵,诸得的毅力,很快就得到诵的这个利益,成就,成就。 那么得到这个利益,能有点拯救。所有义法,所有的修行这种方法呀,这种义法呀,不得先后缺散的。 你不可以不守规矩的,你不可以不守戒律的,一点都不可以毁散的。 所以你们各位呀,要修这个法一定要守规矩的,你不守规矩,你还去竞想去欺骗人的啊,竞想去占人的便宜啊,那是不行的,一定要守规矩的。 修这个法不守规矩是没有感应的,不但没有感应,而且还有欺货。 使得魔障,而得,去变的。你不要啊,令这个魔障啊,得到变的。你已经敬自己,详实自己的功德啊,那个魔,就会变的。 你就有了漏洞了,你就好像你有了财宝,你不把它收到保险箱里,你把它放到门口,那一定被人偷去的。 所以,你修这个合法,一定要很小心地,不要摸摸外套,事故行人,当心持宋,应该要好好地注意来宋施这个宋。 常识无间,你时时刻刻都不要间断,这个宋施我也就像吃饭,穿衣服,睡觉,那么要紧,一天都不可少的。 先观想真言四种,观想那个房子,一一经俗啊,那个昭夜经俗啊,这个房子,也看得清清楚的。 事事相应,每个都要做每一种啊,这个事都要如何,要成于些无作妙恨,你要想成于一种无作妙恨啊,这种啊,得到这种可思议的力量。 又时送着,你送到这个人,不得心缘意境。 你不要啊,心里是中大妄想,从啊,呃,这个,想入飞飞,呃,想啊,呃,妙想天开,这样的。 啊,愚人打语,回来啊,你的宋照啊,和人去说话,打语就说话去。啊,呃,宋照尖断,你宋照啊,要是尖断了,戏地不成啊,你这个残妹啊,这个戏地啊,都不会成就的。啊。 啊,又时送不以义法,你要是啊,送这个照顾,顾守规矩的话,这个义法就是规矩。 回顾持戒,你回得啊,顾守戒。啊,回顾清静,你回得啊,心里已经拿着这个难过的方向,而顾清静。啊,非为法不成啊,你不当的,旧为法不成,呃,不能成就。 一当啊,呃,招顺,也会啊,有期货,有啊,呃,这个很大的害者。 所以这个,呃,你们修这个愣言法的时候啊,一定要特别注意身心清静,要身口意啊,散业清静。 这才啊,呃,可以想赢了。啊,不可以随随便便,乱讲,讲是讲非啊,或者调拨离间啊,或者令人到场大家不住的不安乐啊,这都不可以的。啊。 你一定要啊,呃,你一定要啊,呃,举动行为,管自己,行住坐卧,不离家。 你不要去,呃,给旁人啊,去洗衣服。要自己啊,把自己啊,把自己好好照顾一下,回光反倒。 八万琴家。 芯所,密王,就是这个…… 佛部啊,莲花部,保部啊,呃呃,这个…… 迹静和唬街部啊,呃被我们的故様, 明王,明王也就是佛,皆佛菩萨都是佛,随着菩萨,忠不成的爱,那么佛菩萨他不会给神爱共产的,那是慈悲传。 我想啊,你看你这个步子,每一个步子这一铁都是很短很短,要铁长一点。 这边那么长,这边那么短,要铁长一点。 我看你写这个步子,每一个都是这边的很短,不成的爱,他不会成的爱。 可是,所有的侍从,来一切的护法,天龙,猛独鬼神,都是很大脾气的这种恶鬼恶神。 见其过度,他见到你,有过错了。见到你这个修道,这个修,呃,这个咒去人,有过错了。 他见到你这个修道,他见到你这个修道。 他就给你一点灾害,会令你不自在,令你一个很大的麻烦。 第二,《金刚顶于切念诵经允》。这一部经很熟了。 真是,看修,与切念诵,修这个咒。修这个咒。 这个人,许具智慧,应该要有大智慧。明了三位,明了一切的境。 明了一切的境界。提起演法,和,这个,呃,这个,呃, 照我一套这种,呃,这种演语、法,法斋! 要一家东西。祝福大戒。你要啊! 一定守这个发脑精菩萨戒,发菩提心,也要发达菩提心,入世功德。 像这样,你有世界的功德,你有发菩提心的功德,取入念头,才适合你修这个宝。 第三,菩萨善界,菩萨所有的善界经理,受识神教,受识所有的神教,无不可为,有五种的不可以做。 一,不可以吃肉。糟糕了。 二,不得饮酒。不得吃肉,不得饮酒。 或者是对文艺经的局势是很困难的。 杀五心。五心是充有血酸。 这个也不可以吃的。这对王教上王崇燦是很不容易的。 四,饮食。饮食,就是饮食的这种的饮食。不可以写饮食。 五,再不净加饮食。不净加饮食。 不净加饮食。 不净加饮食。这五种的戒律。 能大力。 要是能以守持这五种的戒律。 再修啊,再修啊,这个法。 这才是啊,能得到大力。 这一切众成。 能治恶神不变。 要是啊,能以守持这五种戒律。 就要吃这个毒蘑菇啊。也会好了。 懂了吗? 所以这个消菊士、消果药,吃了毒蘑菇。 我们大家给他一求。 啊,这观音菩萨一显神通,那就好了。 啊,这是啊。 这都是由于现在就有这个证明了。 啊,四,法院人,法院徒林啊,那说了。 道徐宋迟啊,道就是修出戒律。 徐就是戒律。 宋迟。 啊,无功效者。 啊,没有,没有功效,啊,自无制成的。 为什么他没有功效的? 没有制成肯切心。 啊,放眼无争。啊,因为修一修啊,就没有什么灵感了。 就毁放了。 说没有,没有什么阵营。 没有什么灵验。 啊,没有什么征兆。 等等,全都有�� Yumymshow. 啊,这个,呃,这个纏是假的。 啊,會文字。 回文字,我一帖。 回来啊,说这个文字,都是假的。 这个文字啊,都是假的。 啊,回应運练。 回来啊,说这个楼园练错了。 不检啊,那就是不对。 你不合乎的法,法材不典养。 亏饮酒淡肉。 回来,因为饮酒吃肉,这已经不能了。 回来,杂食婚姓。 回来,杂食五婚。 出手无惠。 回来,你宋咒的时候熟,去大小便回来也不惜熟。 手上又是大便又是小便, 就来拿这个咒的本子。 回浪谈虚语。 回来,浪谈不守规矩,虚语。 就适举的话,说一些不规矩的话。 这个,什么,张家长啊,李家短呢,讲这些虚话。 回衣服不净。 回来,穿着衣服啊,很不干净的。 回处奴不远。 回来,住在那些处所啊,不庄严。 八种戒法,八种法戒。 前面所说的这些八种的法戒, 至令鬼神则变啊,使令鬼神啊,不庄严。 三少七央啊。 反而啊,不但没有工作,而且还有那过错的。 啊,烙玉行使。 假的,你要想要修持这种年度的。 啊,没需目,道玉啊。 你要必须啊,洗澡沐浴。 啊,道玉就是洗澡沐浴。 烤汗,烤汤,烤香。 啊,你口里啊,这个,常要吃这个香口椒。 啊,清水。 不是的,不是的,不是那种。 就是你口里啊,不要还没有那个, 还没有有一种呢,香味的东西。 不要有一股臭气。 不是一定叫你吃丘给。 口上很强的。 啊,智成, 因重。 啊,智, 智,这个, 智成, 恳切, 因重。 把因重起。 因重啊,就是, 时时开采的不忘。 看这个事情呢,很重要的。 啊, 徒为六曲, 把心, 啊, 飞泄。 你啊, 徒为这个六道的众生, 六曲, 就奸人恶修罗, 既若为畜生, 这六道, 啊, 发这个大夫妻心, 飞泄。 总也不懒惰。 就是, 智义。 啊, 像这样的, 你致诚恳切。 啊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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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定, 不一定啊, 不有应验的。 啊, 啊, 第五, 前密元通人。 啊, 这个前密元通啊, 啊, 那一本书上也说了, 是金刚灵, 书系记, 啊, 呃, 这种呢, 呃, 呃, 这种的成就啊, 啊, 准体精能, 和这个准体菩萨, 呃, 呃, 天神万灵。 接受, 情得, 都, 都说过了, 那样, 用功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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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见佛呀, 和你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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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天上的天降,回来了梦见的自身出空,自身的偷身虚空。 好像这个国里说,做梦,梦见会飞了,梦见会飞了,这都是好简洁。 可以乘马,回去骑的马,或者渡江,种种香味的香光。 寄出异象,回来了种种不同的,非常出奇的异象。 要得入世,假设要得这样的应验,再去撤发梦见。 你更应该撤发,就是很小心的,要发不提心,要修这个山口意,三叶要清净。 加工,奉念,更加紧你的功夫来,练这个持综得咒。 不得选说,中午咒容景见。可是,你不可以对人去选说,我有什么感应了,有什么灵验了,不可以选说。 全脉于人,就叫人相信你,叫人对你有好感应,不可以的。 为同道者,不为灵验,敬战,方便说。 可是,你和你同道者,就是同修行的。你不是为了灵验,我要回了宫中我,敬战我,不是为了这个。方便说,你可以说。 之后,大悲,大悲,警告,大悲啊,听说,说要,人,警戒,念,在要警的时候,敬战我的时候,回徒同修魔装,回来也就叫同修魔装,啊,回, 所以,忽然啊哭,忽然再去恐怖下來了,身心不安,身也不安,心也不安。 回多層奪睡,回來了,他媽媽也脾氣大,回來了,他媽媽也睡覺,這都是一種障礙。 回來了,忽然之中,回來了,這個時候,我會見人生。 你看,神要願讓人都有,你們現在能念人生,就是啊,很深的上根的。 回來了,見主意象,回來了,見了一些個妖魔鬼怪,這個意象和前面這個意象不一樣。 前面這個意象呢,是靈略的,是好的,這個意象。 這個呢,就是壞的意象。 回居奪一心,回來,對這個,那年宗,照我,就生一個懷疑的心。 回居奪一心,回來啊,就想啊,這個照是怎麼樣子啊,是不對啦。 回居奪明,照友,回來啊,因為這個居奪,照住在這個朱友上啊。 照這一些者,你要想這一句,這總統的毛病。 因觀,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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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書,呃,藍字,應該要觀想這個凡書這個藍字。 這個藍字就這樣,啊。 你要有前面的總統呢,不,不想,不提向的這個警戒,觀,觀想這個藍字。 這個藍字啊,就能清靜。啊,回觀惡字,回觀這個惡字。 這個惡字,前面數百天都要好。 一些靜想啊,對前面的一些很笑話的這個靜想啊,自然消滅啊。 這個自自然然呢,就沒有辦法。 當之因緣法等空間,您應該啊,知道這一切警戒的因緣這種法,都是免費,空的,沒有的。 上天請說啊,上天啊,所說的叫你不要做的這些個事情。 就是,靜靜全聚啊。這個經濟上啊,都是有的啦。 唯恐忽料,唯恐靈啊,各位還是很忽料的。 故同祥靈啊。所以啊,大法的詳細啊。 所以,用來說說。 既然用無會真言。 既然以古得發音,既然以正據古得所發音的。 后来引传法者,那么现在引传向将来的人传过的法。 引传说莫,引传回来你,有声音回来啊,在心里面,随意不必决定,人家不是一定要指着怎样,应讲不讲。 应该讲呢,你反而不讲,不应该讲呢,你反而又讲。 就是照着灵念,你不应该说,那么你大家要说。 因为你说的有些人怎样心情,你不去说这个,你就说你有什么得到什么好处了,甚至你已经开悟了,已经成了国了,已经成了国了。 这是大大王里,真说的。孔子说,可遇言而不遇之言,可以遇言而不遇之言。 诗言,这是失去可说的人。不遇言而不遇之言,不应该和他说的话,你就和他去讲话。诗言,这就是你诗言的地方。 是不对的,这个,由真实的一步诗言,说话的时候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一步诗言,也不会说错话。 诗言,是否,孔子,孔子,他有五种,那个,叫,也有五种,不得,不得。 。孔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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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动的意义。结尾法中紧要,这是说修法,是很要紧的,特于咒手,现在特别地在咒的前面,御表,御仙说一首,所以下边是咒识有权了。 在显示历原本上说,当中人将在神陆,不出稳固和稳固。第一,佛陆,就是诸佛所说的诸。第二,是美好的,就是所有的诸佛所说的诸。 三,是金刚墓,就是所有一切的金刚秘笔所说的诸。 金刚墓,也是佛陆所说的也有。寿墓墓,就是寿墓墓。 寿墓墓墓墓,就是所有的鬼神,管的鬼神的诸。 寿墓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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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墓� 观影就是说的莲花部,菩萨。 钢档就是说的金刚云王部,密集金刚。 钢档就是保称所有的诸天故,听的涅疆就是说的别魔鬼神故。 钢档就是一种统持的法。 钢档就是用钢档。钢档就是用钢档。 钢档就是用钢档来供养。也就是金刚云界金刚所说的受十六大供养。 十六大供养。 钢档就是五,又分到五,又分到五。 前面是讲的子,现在是仇。 初第一,贿人。 在云界中有四种念线法。 一,英生念线法。 就是出生的生理念。 二是金刚念诵法。金刚念诵法就是河口末念,河生口自己念。 三国极念心念的事业,就是经理的念。 四,真实意念,又不修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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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四,真实意念,又不修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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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四,真实意念,又不修行,又不修行,又不修行。 四,真实意念,又不修行,又不修行,又不修行。